多日会是一个服务移民的机构 在32年前开始 今年我们达第三十三年 我们最主要是为新移民提供的服务 是环境两个字 第一个字我们英文叫Settlement 就是安顿下来 安居 第二个字是Integration 就是融入主流社会 所以我们的服务基本在这两个字开始 包括有移民的资讯服务 有英文的训练 中文班为新移民下一代 继续培养中文训练 另外有家长Parenting Education 即是家长教育 和小朋友的训练 另外我们也有社区服务 社区服务包括移工 包括社区教育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领袖训练 青少年训练 我们有三个办事处 一总部在多伦多唐人街 一个分部在Mississauga 另外一个在万金市 我们每年只是移民安居服务 都有十八万多次 当日会一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很小的非毛团体 一帮移工组织 为一些在唐人街的老人家 新移民 新移民 第一个资讯服务 扩展到现在我们叫社区服务 刚才我提现出的 青少年服务 老人服务等等 这慢慢由单一的资讯服务开始 大家既然刚才也知道 我们当日会是一个 基本上是服务新移民的慈善团体 我们大家也知道 政府给的资源是真的不足的 我们经费只有75%是来自政府 25%我们怎样算呢 就要靠你们了 大家希望能够撥多些钱 有钱出钱用力出来 帮我们是更加好发展 多华会 多华会顾名思义 多论多华人社区服务协会 是你的会 是大家的会 希望大家帮忙 每次的筹款活动 主要是多华晚宴 多华夜宴 12月2号 地点就是3480 Finch Avenue 这个国宝来说 由中国方面送出来的 这件物品主要是 他们送给美国的元首 到中国的时间 送给美国的元首一个纪念礼物 而每件物品都会做几件的复制品 这件物品主要是 这件物品就是 他们送给美国的元首 作为今次的筹款 我本身来说 我做印刷的 去加拿大 都做了十几年了 来加拿大亦都和别人十几年的时间 有同学了 我现在自己也是在家人世界 加拿大固定了自己的工作 我想抽了一些時間去服務社會 希望能夠將我的技術和各方面的東西 能夠為社會做一些事情 我希望各界的朋友 大家都能夠鼎力去支持今次的多華夜宴 也希望你能夠多些去支持我們多些華人 各方面的活動和社區的活動 我們華人能夠在加拿大團結更加強大